台北上海城市论坛23号正式登场 上海代表团由市委统战部长沙海林出席 北市府则由副市长邓家基接待 预计将举办五大分论坛 签署三大合作备忘录 第一个是台北马拉松跟上海马拉松的交流合作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另外就是台北电影节跟上海国际电影节 那区政的交流部分今年是签署台北的文山区 跟上海的松江区 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磋商 终于敲定相关细节 虽然上海市长副市长都没来 但北市府还是展现最大诚意 22号抵台当晚 市长柯文哲会在东方文华设宴款待 只是外传台联将尾随抗议 市警局也已经做好沙盘推演 为安还是以这个安全为主 就是最大一定要做到完全的安全 但是就是说市警局 它本身都有这些SOP 但是临时如果说有特别状况的情况 我想他们会按照这个SOP 来加强相关的一个部署 我想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强调不划设成抗区 上海方也不会派任何警力来台 邓家基表示 维安工作全由台北市负责 希望双方在民间先行 政府支持的原则下交流 保持合作的空间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邮祥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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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